不知道这一次斯普兰折扣大家买的是不是开心 那我呢已经收到了大部分的东西了 还有一些洗发的产品没有到 因为这两天我住的这个城市就是暴风雪嘛 然后各种运输都已经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给大家分享了 不然就太久了 这次斯普兰打折呢 我也有很多东西放进了购物车 然后就没货了 抢空了 他也一直没有补货 也就没有买 没有买呢也就是为自己省了荷包了 那买到的这些东西呢 我目前用下来我都还是挺满意的 所以呢今天就反馈给大家 那我们就从第一件商品开始说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补货 这个呢就是一个防晒 那这次我原本跟大家说了几个防晒 到最后呢也就只有这个我买到了 然后TATRA呢 加拿大的斯普兰就一直没有上 那我也就没有买 那这款防晒呢真的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有多喜欢它呢给大家看 这是我手上之前买的 这个是迷你版的 这个是标准版的 那这个就是Value Size 因为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可能是我今年碰到的本命防晒吧 那其实呢他这个防晒不单单是我可以用 只要你是六个月以上的小孩 也都是可以用的 就是我儿子也可以用 所以我说马上就要夏天 我还是买一个Value Size吧 那他挤出来的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视频里面哎呀 我之前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他挤出来就是那种透明的 没有一点点颜色的 你看 不知道能不能看 他挤出来就是这样 没有一点点颜色的 所以说你用在妆前就特别的合适 而且他也不太反油 没有颜色也不会反白 那如果说你可以接受这种silicon的质地的话 就是你也会喜欢这款防晒的 因为他就是真的很好用 接着我们来说精华 精华呢这一次呢我就补了两款 一款呢就是这个 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强烈安利给自己的 就是Use to the People 这个Retino and Niacinamide Use Serum 那这个我现在为止呢也还没有用过 我给大家现在在手上试用一下 挤一点 真的是新的 刚刚打开这一款 那你看他挤出来是这种黄色的 这个黄色还挺好看的 好震的一个黄色 然后呢涂开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点像那种芥末黄的颜色 我把它在我的手臂上面涂开 它涂开在手上也没有味道 然后呢有一点像那种乳液的质地 那你看涂开了之后 它的黄色呢就没有了 不会说把你脸变成一个黄脸 那我到时候用多了之后呢 再和大家做一个反馈 就目前来看 从它的质地啊味道啊 就会是我喜欢的一个 我现在就喜欢这种没有味道的 然后质地比较轻薄一点的 对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喜欢的 第一印象是不错的 OK那来第二个精华 第二个精华呢就是一个VC精华 这个呢就是Mura的这个VC精华 这个呢算是我的一个补货 先给大家说这款吧 这款我也挤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在我发那个Instagram的时候 他就问我了这款精华怎么样 它其实你看它是有两管的 你从它底部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两管的 它是有两种VC的结合 那挤到手上呢 你也可以看出来 有就是有两种质地 但是呢 整个来说它的质地啊 就是 我儿子在叫 但是整个来说呢 它的质地还是很讨喜的 那这款VC的精华呢 其实用在脸上是挺有感的 它是会给你皮肤有一点刺刺的 我感觉也是需要建立一个耐受的 因为它好像里面还有果酸的成分 有一点刺激的吧 所以大家酌情使用 就我看网上不喜欢这款VC的人 也是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 对这个VC的耐受 那喜欢的人呢 就是觉得它用完了效果很好 那我呢就是喜欢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Mura他们家的VC吗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这个是它的VC的眼霜 这个呢是它的 淡斑的一个精华 我这两个怎么说 我用完了之后都觉得是有效果的 这个淡斑的精华呢 我现在还没有用完 我就是晚上的有的时候会用 我就会在眼睛这边呢 会有那个晒斑嘛 但是呢 你就说你一定期望值不要太高 不要觉得用了这个淡斑的精华 你的斑就会没有 它用完了之后 我会觉得我是被淡斑了 就是我的斑变淡了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呢是它的VC的 一个眼霜 这个眼霜呢我已经用完了 这个是空瓶了的 那它呢是说可以去黑眼圈 然后呢还有就是消除你眼部的浮肿 就眼周的Puffy 它可以消除它的那个浮肿 我觉得它消除浮肿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总的来说他们家的VC 我还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就买了不一样的产品 那如果说你也是在使用早期晚A 然后呢你想要找一个用起来比较有感 比较强效的VC的话呢 你可以试一下Mura他们家的这个VC OK精华说完了 然后呢我们就来说这个眼部的精华 这个眼部的精华呢是我这次的一个新的尝试 是在网上被别人种草 然后我也买回来了 买回来呢用了几天了 然后我把这个发到小红书上 就有姐妹问我说 这款眼部的精华好不好用 那我的结论呢就是好用 因为它用在脸上非常的不刺激 它是你就算用在上眼皮 你的上眼皮都不会刺激 而且也不会说你喷到眼睛就会糊眼睛 它整个的使用感非常的完美 对你每一次呢用的时候 就挤半蹦到一蹦 我个人感觉就是半蹦多一点 一蹦不到的量呢是刚刚好的 挤一蹦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完全透明的 你看它的质地 我应该挤在这里 它的质地呢是完全透明的 然后用在你的眼睛上 那叫就是很舒服吧 它有一点像那种水凝胶感的质地 就又没有味道 就真的还蛮舒服的 吸收也很快 也不会说特别那种滋润的感觉 但也不会说你用完了就觉得不够滋润 就是它是那种轻薄且滋润的 而且在你的眼睛上 包括眼皮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使用感 这个让我觉得我买的很成功 我觉得有可能我会回购的这个产品 然后呢我买了这个Belief的这个套装 这个套装呢就是因为我想买一个面霜嘛 然后就买了它 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正装的这个Aqua Balm 然后呢有三个小的类似于中样 这个是一个toner 这个呢是一个卸妆膏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眼霜 那这三款呢就你买这个套装就等于这三款是送的 因为你付的价钱呢就是这一个面霜的价钱 然后这个面霜呢我就试用了 今天早上我有试用了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补水面霜 然后呢用在脸上凉凉的 我觉得会非常适合夏天也不会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那它本来已经是一个口碑产品了 所以也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 接着呢是这个baby的shampoo 就是原本这个ever and Eden 我想买他们家的那个润成膏就断货了 就完全被买完了 然后没有办法我就买有买到 但是我之后补货的话也会买 因为那个润成膏不贵就几块钱 然后你就算不打折买的话 也不会觉得特别的贵 那我先来说一下我买的这个 这个呢我没有用 就从它对颜值什么的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包装 那我到时候用完了 给我儿子用完了之后呢 再和大家做一个反馈 这就是一个保湿的身体 不对 这就是一个保湿的沐浴露 对 最后呢我们来说两个消耗型的彩妆品 一个呢就是Fenty Beauty家的眼线笔 这个眼线笔呢就是我今天的眼线 就是用它画的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这种包装 还蛮好看的 就是用完了之后这个很好用耶 就是给大家上手画一下 你看 你看 它的线真的是就是出水很多的 而且非常的顺 你看非常的顺 我还蛮喜欢 真的蛮喜欢 这个挺好用的 推荐 再来最后一个是这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就是我今天用了 非常非常的喜欢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真的 大家如果也是追求那种 线长根根分明的睫毛的话 一定要去买它 它是长这样的 它整个因为你们从视频里面看不到 它整个是很有重量的 你就知道它的包材是花了钱的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刷头 就和它那个网上面的那个照片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它的这个刷头 这一边呢就是可以让你的睫毛舒长的 然后呢这边有浓密的效果 你看我今天睫毛就是用它画的 画完之后我真的有点惊为天人的感觉 因为它怎么样在你的睫毛上面叠加 都不会苍蝇腿都不会结块 那个线长的感觉就是真的非常的线长 然后我叠加了大概有三次 我就想看它到底会不会就是苍蝇腿 完全没有这个刷头真的很好 Formula也非常的好 我现在就是一用就是爱上了这个产品 如果大家也在最近想要选一款睫毛产品的话 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我非常推荐 我觉得这一次所有的产品里面 我买到最经验的就是这个睫毛膏 非常的成功 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在斯福兰春季折扣里面 买到的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我这一次的购物呢 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也没有说试心风力要买很多 然后买回来的东西呢 我自己用过了之后又觉得 都是挺好用的 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说一说你们这一次斯福兰折扣 买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有没有买到那种敬为天人的东西 想要和我推荐的欢迎给我留言 毕竟折扣年年有之后的折扣呢 我又可以再尝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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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